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在深度学习里面的进阶课程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FastNet 中文翻译有很多种 那我们就用人脸网络 那在今天的程式办理 在人脸影像的辨识就是所谓的ImageFastIdentified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首先还是要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或是AI人工智慧 我帮你准备好的网站 去把课程下载下来 如果你对Python程式语言不熟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到Python程式语言里面 里面我帮你准备了一些指定的介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这个课程 那你可能要准备一些工具 那在所谓的Python001这个所谓的PythonTour 我给程式语言的课程单元的工作与环境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就行了 好 那么首先因为FastNet是Google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那也首先先到所谓的这个网 网在Google Drive里面 在这里 你可以把所谓Wit跟Model把它下载下来 就OK了 好当你到GoogleWit里面去提供下载 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下载了 好整个下载完毕以后 整个课程目录的结构 就是你去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去把课程下载下来unzip 然后就逼通通不打开 然后里面有一个Data 有Image包含Beer Gas 还有Trump Larry Page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测试的这些的影像图片 还有Model OK CB2我帮你准备好了 然后Model你去把它到Google Drive下来 这样安排就行了 应该不会太困难的 面部辨识的技术 不管是Fast Recognition 或是Fast Identified 这个技术正在红薄的兴起当中 也已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到处都是 你看手机打开 利用人脸辨识进到手机系统里面 还有所谓在付款的时候 OK 不是只有QR Code 也要做一个刷了眼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面部辨识的技术 已经无所不在 所以在FastNet人脸网络 Unified Embedded for Face Recognition and Carcering 就是所谓的坎入式的一个人脸辨识 还有去立法 在这个地方有两个连结 就是整个在FastNet的一个论文参考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还有所谓的两张脸 OK的一个剧类 还有一个判别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Simularity 这些年来啊 也就这段日子里面来 透过深度学习 以及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不但已经开启了 人脸辨识的这个新的纪元 也让传统的 IGB的计算机视觉里面的 LB P 还有HOG 搭配的SPM 资源向量法的一个辨识方式 有一点点落误了 在这些复杂的深度学习的模型 最重要的 它的辨识率极高 那么也能够辨识所谓人的数量也增加了 还有相片的总量还记不记得 在一堆的相片里面我们只要放一堆相片 放一张相片 它就可以帮我们在不管曾经去过法国啦 全世界不同的相片都能够帮我们 Costling 剧烈在一块 这也就是在所谓的 FaceNet里面 再加上Costling OK Pulper的地方 特别在这个地方再提醒一下 Costling在所谓的 Recognition Based Recognition OK 结合在一块 非常的强大 OK 这是由Google OK 在2015年提出来的 好 接着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当前的recognition的技术 脸部辨识的技术 从所谓的1991年开始 特征脸的 EgeneBased 还有所谓的 Local Binary Pattern Explaint OK 我们在计算机视觉的课程里面 都跟大家介绍过 如果大家忘记的话 也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让大家来看看 包含整个计算机视觉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好 大家可以来看看 如果你没有看过或忘记的话 你也可以到这里来复习一下 所以不管是所谓的 最大化的一个分类 还有剧类的一个比例 所以Facial Face 跟所谓的EgeneFace的技术 它最主要是改善所谓的 类别的一个剧类 也就是说 我们有十张相片 这十张相片里面有 三个不同的人的脸 我们如何能够很 准确的把它们归类出来 好 一直到了2014年Deep Learning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Face Recognition 跟Face的 OK Identified 人脸辨识跟人脸识别 那么大家都可以听过 大家都知道 Google Net FaceNet 在2015年刚才已经看了 都是由Google这些的专家们 提出来的这些的方式 那么是在所谓的Label Face 在所谓台GPC的LFW OK 人脸辨识的资料库 它可以99.63 OK 得到最佳的成绩 也就是说它这个演算法呢 应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所以FaceNet 不管是在那次的竞赛里面 一军的突起 让我们来花点时间 认识以及了解 什么是FaceNet 如何来学习它 如何来使用它 如何来实行 所谓的FaceNet的人脸辨识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 先来定义它 要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在深度学习 进行所谓的人脸辨识 这个Task 这个任务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来看一看 第一个 Face Verification 人脸识别 那我们来看别人 两张相片 或两个人 在影像里面 不管是影像 或在视频里面 它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人脸识别 Face Recognition 到底这个人 这个脸 它是谁 那另外一个叫做 人脸巨类 就是Face Clustering 我们在一群人里面 能够帮我们找到 那个人叫刘德华 那个人叫做阿妹 等等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谓的Walk to the vector 将所谓人脸的相片 通过一个128维的一个向量 来表示一个人的脸 在不同相片之间的这个向量 然后去找出它之间的相似度 透过所谓向量之间的一个 不管是将法 减法 除法等等 我们用OG里的方式 来找出向量之间的差异性 距离越小 相似度越高 距离越大 相似度就越低了 当然这边有个最后名字 Triple Loss 来取代于所谓的 多分类的任务 Softmax 那么讲了那么文绍绍的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按照视频署提供资料给我们看 它在LFW的dataset里面 在YouTube的database里面 它的模型可以把错误率降低30%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 关键性的专有名词 在所谓的人脸辨识 Face Recognition 跟所谓的Face Detect 不一样的 所谓的Face Recognition 就是在像目标 在像图像中里面 我们做个边框 能够检查 然后去做一个所谓的人脸辨识 Face Detect 在做的是什么 找出这个识别这个人 所以Face Recognition System 有两种的模式 刚才所提到的一个 Face Verification 在于所谓的验证人 从输入的面部的像 的图像 还有认证用户的图像 来进行比较 也就是one to one 一对一的一个匹配 看上去简单 事实上我们还要去看看到底 它们有多相似 这个相似到底有多远呢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面部的一个识别 Facial Identified 还有Facial Stalking Recognition 将所谓面部这些的 找到面部了以后 把它的特征 我可以找出来 分析出来 跟我们资料库里面脸部的这些 去做一个匹配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挑战了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相似度的一个Messure Simularity Measure OK 这个度量可以让我们去比较 一张脸跟另外一张脸的 相似的程度 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one to an 一对多个脸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就假设这张中间的是 他爸爸 他有两个小孩 爸爸的脸 跟这两个小孩子的脸的 相似程度有多少呢 一个是1.45 一个1.47 好像比较远 但是两个小孩子的脸 OK的相似度是0.68 也就是说是数字越小的时候 他们的脸就越相似了 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training 我们如何去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能够去比较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 分享的过程 在training 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计算 OK图片之间的一个特征 就是所谓的向量度等等 好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那当然这边有所谓的 convolution的一些的模型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利用它来参考参考 用所谓的insection layer OK 如果大家不是对insection layer 很了解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的 AI人工智慧经济片 那边有专门提到 所谓的insection的介绍 好 加上有两张相片 我们把第一张相片 去做convolution 去做一个卷积神经网路 得到这一张相片的特征 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时候 我们又有一张相片 我们透过一样的一个神经网路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也得到它的特征 把这两张的特征 的输出 变成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 透过OG里德的一个比较方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比较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女生的特性是这样 男生的特性是这样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是吗 好 这就是我们来看图 说故事最简单的地方了 好 首先我们来架构一个model 的architecture FaceNet的architecture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网路包含着一些batch 一批一批 给的一个深度网路 我们称为叫做 Deep Compulsion Neural Network 正如上面所讲的 我们把这些的相片的特征 这些影像的特征 透过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提起出来它的特征值 转换变成向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然后放到模型里面 干什么 去training它 这时候就产生了 第三方的一个比较模型了 那什么叫做 Triple Line的Loss呢 During the Training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那这整个模型的architecture FaceNet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是几个步骤来做的 第一个叫badge 我们把眼孔的相片 输入到模型 这些的相片已经经过 所谓的处理 Facial Alignment 跟Resize 然后所谓的开发者 用Anti-CMN 来做所谓的脸部的校正 跟校准 这时候接着就是 Deep Architecture 来具用所谓的 Compulsion Neural Network 来学习它的特征 当然啦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一个架构 你可以用BGG16 然后可以Inception B1B2 Resonate等等 那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高 所谓的辨识能力的结果 后面再接着一个L2的Normalization的规划 让资料能够在一个平面里面 OK 能够来使用它 然后再把它Embed 变成所谓的一个向量的一个特征向量 OK 我们称为叫做Triple Loss 然后从向量中取一个 当Embed 称为Fx的函数 然后去比较一下相似脸孔特征值 OK的距离 好这边一开始这边放了一张所谓Google Net 一个初始的模型 Inception Model OK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好接着 Be the Recognition Fest 在深度学习里面的一些方法有什么呢 所以在Google里面 在2005年发展了 发布了一部Fence Net的一个论文 就是在人脸辨识的准确性 提高了重大的一个进展 刚才讲30%在一个比赛里面 介绍了一个将面部像素投影到 所谓的Layton的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技术 这Layton的Mariable的一个特性 就是彼此相近的 会跟接近 不相似的 不相似的就会将近的更远 讲了那么文章章的 看图说故事了 这两张相片比较接近 他比较接近 这两张相片比较接近 但是欧巴马跟他就不接近了 所以就离得比较远了 在所谓的空间里面的一个表示的方法 就是Layton Space 好 所以Neural Network 通用的一个函数的一个进视器 学习 训练学习 制定所谓的Loss Function 然后用所谓的Gradity Descent 梯度向下方来训练 Neural Network 找到最小的损失函数 Minimize这个Loss Function 就是这样子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最重要的Loss Function的一个定义 Triple Loss 你可以看 欧巴马 欧巴马 Positive Negative 所以这个在Neural Network里面 很简单的可以学习到 三张不同的一个特征值 转弯回成向量了以后 就是所谓的三个图了 对不对 一个是正确的 一个不是正确的 一个我们要去辨识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三个向量 我们可以称为说三个Triple Loss 所以在典型的分类里面有固定的量 然后使用所谓的Sopmax 来去训练模型 但是在人脸面是 BestNet的问题 不是这样呢 我们只需要去比较两张不知道的脸 判断出来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您跟您地体会比较接近 那您跟路人甲 可能就不相似了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Sopmax来讲 不是不可行的 因为不能够 我们没有办法 对于不存在的脸孔 去当一个很大的分类器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Triple Loss 就是在学习每张脸的所谓的向量 或施量 做所谓的Vector的Representation 或是Embetic 砍到所谓的一个Latent的Space 一个所谓的潜在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两者之间的一个比较 向量是有方向 有大小的 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去做一个 归类相似的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类别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Triple Loss OK的一个概念了 只要去比较两张图 两张影像之间的 这样式的程度了 好 那Triple Loss 为什么不用在Sopmax 同时在监督室学习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class 我要判别是你我他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什么某人呢 所以我们用所谓的 Softmax Gross Entropy OK 来虚拟模型 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这个类别 不是 就是所谓某某一 类别一 类别二 这个类别会改变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有一百个人 那类别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能够比较 两个不知道的脸孔 判断他们是同一个人 那就不适合用在 所谓的Softmax 那么所谓的Triple Loss OK就可以运用在 这个地方了 我们从一个人到所有的面孔之间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计算了 找出他之间的相似程度 就成为所谓的Triple Embedded 那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Anchor 另外一个就是正面的 一个负面的就是所谓的Triple Loss Embedded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模型 好 讲到那么文周周的 我们用看图来说故事 假设我们有一个相片 要跟所谓正面的相片 我们去做个比较 OK 跟一个负面的相片 去做个比较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所谓的 特征值的差异性 这是我们去学习到 所谓的Negative跟Positive 这时候我们去跟另外一个 去做比较的时候 不就是很简单的 可以在所谓的Positive跟Negative之间 找出他向量之间的大小 越接近 越接近 他就是越相似 越远的 向量越大 就是越不相似了 好 我们讲到那么多 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这有三种情况的 所谓的Negative given the Anchor 跟Positive 所以我们再来看图说故事 假设 在看所谓的Negative跟Positive 跟中间这个之间 我们可以用向量之间的具体 来去做判别 在FaceNet的论文里面 他们针对于每一个Anchor 还有Positive 选择了一个随机的一个 一个负质 这个三胞胎就开始做训练 训练了好了以后 它就当成是一个编码器 然后接收这些的数据进行砍入 正如这个Keep所看 你可以看 123456789 然后它砍入到所谓的 Dent Space三维的空间里面 你可以看 它每一个维度 OK之间的一个计算出来 它就放到这个所谓的空间里面 这时候你去找一张相片 它就可以投进去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城市 如何来去做这件事情呢 before我们正经到城市办理之前 我们来看看这个GIF 就会有概念了 我们先训练我们的模型 投入在所谓的空间里面 这时候呢 计算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训练模型 这时候我们放了一个新的一个字进去 它就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个砍入 去做一个计算 好 整理一下 在深度学习里面的面部辨识系统的一个 检视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视野面将数据的内容 砍到所谓的Litent Space里面 然后我们搜寻新的面孔 OK 将深层的放到Embedding进去 找到最接近那个点 那么最接近那个点 就是所谓的比较这些的参数 向量值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脸了 好 并且从Database里面 Database里面 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去找出这一个点 跟资料库里面的那个人 好 讲那么多 深度学习里面进入到人脸辨识 透过Festland以后 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呢 来在今天的诚实办理 验证比较相片中的人的差异的程度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诚实导进来 Import the Warren OK 检查我们CPU咯 当你CPU有的话 像我们有那就别忘了要把OS导进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好不好 要么就浪费了 这时候检查一下Python的版本 Keras的版本 好 接着我们把Metapolyps input进来 然后把相关的函事库包含SK的Decomp 是PCA 大家应该熟了 还有画一个3D的Prot OK 影像处理 SK image的Resize OK 还有计算SidePine里面的 矩阵里面之间的一个距离 还有Keras loading the model 好执行一下 这是OpenCB OK 我们用Cascaders OK来抓下脸部哈 相信大家都熟了 然后试试看 这个东西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 不用太大的问题 CV2也很powerful 然后我们的相片都是放在Data image下面哈 这边有四组的相片 第一个就是Larry Page OK 还有一个Mark 我给大家知道了 Tesla 还有Bill Gates 还有Donald Trump OK 四个的相片夹里面有一点点的相片 它的相片呢 The face model都是160 160哈 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他们有设定的在论文里面提及了 Image size 160 OK 然后用Pretrained model 因为Google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做验证 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下载过来的 PresentKeras.h OK 我们就干嘛把它loading进来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花点时间去了解更多的哈 好 于新年的model 我们下载下来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不要觉得它是当掉了 这时候我们来check一下哈 这个model的这个参数 好 2200多万个参数 别忘了相片进来 我们要做一些处理哈 包含所谓的图像白画啦 还有使用L1 L2来做标准化哈 这时候这边这个函数这个程式嘛 就在做这个所谓的pre-whiten 还有所谓的L2的normalize 好 我们执行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谓脸孔啦的距离啦 然后resize变成我们所要的一个标准化 然后再去做哈 把相片包进来 然后去做alignment OK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所谓的人脸的相片 还有它的特征值把相要去比较到相片 我们来去做一个计算哈 这边都在做计算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样的话我们的相片之间就得到这些的距离了 就可以比较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 好 整个程式的精华就是在SinePi里面的Spots 里面去计算所谓的Distance 好 假设我们现在在所谓的档案夹里面拿到两张相片 然后经过一些预处理 然后刚才经过所谓的计算 可以然后去把这两张画出来 就是Peter Gantz里面的相片0跟相片1 我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SinePi里面去计算 矩阵之间的相近的程度 越接近OK 这个两个相片里面的人就是越相似 越大的话就越不相似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样画乎的我们把BearCase的第0章相片跟Larry Page OK 第0章相片我们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执行一下 就可以发觉他们两个之间的相似的程度是1.31 一个是BearCase左边 一个是Larry Page在右边 所以两个相似的程度就不像上一张这个图片一样了哈 这样就了解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Larry Page跟Larry Page1 两张Larry Page 你可以发觉是0.64 0.620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Mark跟Larry Page第0章相片去做一个比较 你会发觉这两张相片相似的程度是1.33 就代表说在所谓的相片经过相量处理了以后 特征值 然后两指之间去计算它的误差 OK 相似度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 两张都是Mark的相片 0.58 真的还是比较的出来哈 好 我们来看Mark跟川普这一个老人家一个年轻人 你看1.38 隔得越大相似的程度就越低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一个程式去比较比较哈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Trump跟Trump 诶 Trump跟Trump是0.51 并且Trump的右边这张图还是斜角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Trump跟Bill Gat 1.27 你看最近他们不是两个人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哈把它画出来 这时候加上如果是Bill Gat OK 如果是OK 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的比较图 一定看到底这东西 我们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PCA的一个Transformers 可以来看一看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距离 然后把它画出来看看是什么样 好 这个整个程式库就在这个地方了 用3D的一个图表来表示 把这些相片 Bill Gat Larry Mark And Donut OK 这些的特征向量 透过所谓的Metapolyps 投影在所谓的 刚才记不记得 所谓的Latent Space 在所谓的三度空间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会表示是什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Bill Gat 跟Larry Patch OK 红色跟紫色在这边 OK Dance is a mark OK 他是在右手边 Trump是在左手边 也就是说 Bill Gat 跟所谓的Larry之间的相似度 OK 就比所谓的Mark 跟所谓的Trump 可以来的更相似一点点了 我不知道 但是在矩阵向量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在今天的程式办理 让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放一下自己的相片 然后去计算特征读取出来 当然要做一些相片的预处理 你可以去比较 比较比较看看 可以在这边的程式办理 当然 它的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 去做一个video的check 你记不记得 如果我们在一个 我们要找一个人 而不是去找这些的类别的时候 我只要有一个 所谓训练好的这张相似 我就可以在一群人里面 找到最接近的那个人 假设 我想找到的是明星 或找的是我的弟弟 或我的孩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 FaceNet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application 当然 我们在前面要做很多的预处理 我们也要去做一些embedded的一些动作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OK 非常重要 OK bestrecognition跟carcering 一些的文档 就是所谓的论文 OK 让大家来看看 什么叫相似的程度等等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